騎著電動車 男子在鸚鵡去買檳榔 停在店門口等待 檳榔攤的惡霸犬 跟著業者走出來 咬著尾巴看起來溫馴 但過沒多久 突然跑到後方 不斷重跳 撕咬鸚鵡 只是說可能當下他受到驚嚇 焦急的四主找不到南投的獸醫院 願意救治 帶著被咬傷的鸚鵡直奔台中 沒想到就在途中 鸚鵡撐不住死了 四主說很難過 因為養了一年早侵入家人 看到我回家都會叫爸爸 所以突然看到他死掉 我真的很不捨 被咬死的是混種金剛鸚鵡三代 四主當時花四十幾萬元 買幼鳥 他原本說要奔起給我說 那我可能不能接受 四十三次到可以接受的價格 兩個方案 我們都已經在同時進行中了 我這邊也是也在找貸款 訓犬師認為 惡霸犬有鬥犬的血統 還是建議要綁住 跟狗去追車子是一樣 因為有在動 所以那隻惡霸犬就 可能就不小心去咬到那隻 那隻鳥 惡霸犬其實本身有在國外的話 美國那邊算是都溫馴的狗 要把他教育喝水 大事上就沒什麼大問題 咬死鸚鵡的惡霸犬名叫嘎逼 目前三歲 檳榔貪業者表示 已經很有誠意解決問題 但雙方賠償金額尚未談妥 下期期五官 南投報導